挪亚的信心,斯布珍讲到第2147号,1890年6月1日主日早晨,挪亚的信心,敬畏,顺服和得救,挪亚因着信,既蒙神指示他未见的事,动了敬畏的心,预备了一支方舟,使他全家得救,因此就定了那世代的罪,自己也承受了那从信而来的义。 来十一章七节,使徒不能不提挪亚,因为他的信心闪闪发光,他按着时间的顺序把他放在亚伯和以诺之后,但他这样安排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圣经上说这三位古时的信徒是得神喜悦的,关于亚伯,圣经上说神指他的礼物做见证,以诺被接去之前得到这个见证,就是他已经得了神喜悦他的名证, 而挪亚在耶和华眼前蒙恩,还有,挪亚紧紧跟着以诺,这是有道理的,因为他是圣经描写与神同行的两个人中的一位,以诺与神同行,神将他娶去,他就不再是了。 我们在创世纪第六章第九节看到,挪亚也是与神同行,这两位在生命中与至高的神友如此紧密相交,以致他们完全可以说是与神同行的。 哦,愿我们借着极大的恩典,可以如此讨神的喜悦,我们可以常住在与他的相交之中。 我们可以很高兴把挪亚看作是和以诺的一种对比,以诺被接去,脱离了那将临到的邪恶,他没有看见那洪水,也听不到那些被活水卷走之人的哀号。 他的情形是令人高兴地解脱了那神怒气的收割,这收割是借着人类普遍对神的不敬而来的。 他的命运不是展开公益之战,苦苦到底,而是因着秘密被接去,他避免了死亡,脱离了他的曾孙要经历的那邪恶的日子。 挪亚是那些在罪恶日子为主作见证的人的写照,众心经历这样的日子,忍耐到底,他的命运是通过死亡,被拯救脱离死亡。 对他来说,方舟是一具棺材,他进到里面,面对这旧世界成了一个死人,他被关在里头,漂浮着进入一个新的世界,成为新人类的创始者和祖先。 正如在敬礼这个代表中,我们看到因着埋葬的生命,这位蒙拣选的先祖也是如此,他因着埋葬进入方舟而得到一个新生命。 在以诺身上我们看到的是在最后落幕的征战之前平安回家的神百姓的预表。 在哈米吉多顿那地方刀剑首先互相碰击之前,这些以诺们要被接走脱离那降临的邪恶。 但是在挪亚身上,我们看到那些投身着征战的那些人,在后退和被盗叛教的当中勇敢忍耐,直到他们看见邪恶的势力在他们的脚下被践踏,就像稻草被践踏扔到粪堆上一样。 大火洪水要吞噬恶人,只有一人才能承受有益居在其中的新天地。 让这短短的几句话作为我讲论的前沿,现在让我们仔细看看挪亚的信心,我们相信圣灵要用这教导祝福我们自己的灵魂。 首先,留意在挪亚的情形中信心是首要的原则。 经文开始是这样说的,挪亚因着信,我们要讲她的敬畏动了敬畏的心,我们也要纪念她的顺服,因为她预备了一支方舟,使她全家得救。 但是你们要特别留意,在所有事情的背后是她对神的信心,她的信心生出她的敬畏,她的信心和敬畏带出她的顺服。 在挪亚身上,那摆在我们面前,给我们做榜样的,没有一样不是出于她的信心的。 我们必须首先开始认真查看我们的信心。 我可以问你们这些在楼上就坐的人这个问题,也问你们这些坐在这极大场地中间的人吗? 你有信心吗? 让每一个人摆上自己来听这个提问,你有信心吗? 你相信神的儿子吗? 你是安歇在信实的神的应许之上吗? 如果不是,那么对属灵的事情来说你就是一文不值。 没有信心你就是在恩典的国度以外,在以色列国民以外。 如果你没有信心,在这件事情上你就无分。 但如果你有一种颤抖的信心,在你里面就是事情的根。 即使其他事情还没有在你里面,它们不久就会由信心产生出来。 信心是一粒种子,从中圣洁的橡树要生长起来。 信心是一把无骨,所结的骨石,要响动如历巴嫩的树林。 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 但有了信心,我们就是在爱字里被接纳的。 请首先留意,挪亚在她每日的生活中相信神。 在大事恋临到之前,在她从那隐秘处听到神的圣言之前,挪亚就已经相信神。 我们知道,她是这样,因为我们在圣经里看到她与神同行,在她日常的行为中,圣经描写,挪亚是个艺人,在当时的世代是个完全人,在神眼中为艺人。 没有信心,这是不可能的,因为艺人必因信得生。 在极大的试炼面前有信心,这是极好的一件事,但是第一要紧的是在普通的日常生活中要有信心。 你对神供应你日用的饮食有信心吗? 对神保守你的孩子和家人有信心吗? 在你的买卖和生意上,你对神有信心吗? 你对神的护理有信心吗? 你相信神会答应祷告吗? 你有没有习惯把你的重担交给主? 如果你不是如此,当洪水爆发的时候,你会如何呢? 如果你在所有的大白天都把信心关在门外,信心是不会突然在黑夜里临到你的。 信心一定要是一位长久的住户,而不是一位偶尔的客人。 我听说过末世圣徒教会,我并不认为他们有什么了不起,我更羡慕每日圣徒。 这个安息日你需要信心,得到这信心,带着他来到掰饼聚会的桌子前。 但是,在星期一,当门帘拉下,开始另外六天的工作时,你需要信心。 接下来的一天,你需要信心,因为有谁能告诉你会发生什么事呢? 直到一个星期的尽头,你要向山举目,你的帮助要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 在每一处地方,在所有地方,你都需要信心。 一位属神的人在他的屋子里独处的时候,仍然需要信心,否则独处可能就会成为试探的温床。 当基督的仆人闲适下来,身上没有急迫的工作,他仍需要信心来支持他,否则,他就要像大魏那样落入试探之中,行出愚昧之事。 无论是休息的日子,还是工作的日子,我们都同样需要信心。 挪亚因着信做每一件事,然后他进了方舟。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看见,尽管看起来这很简单。 我不能把它漏掉,因为我觉得一种实际的工作日的信心是我们绝大多数人所需要的。 人以为建造圣殿的时候需要信心,但是搭建一个草堆也需要信心。 我们需要信心去耕地、买卖、工作,正如需要信心去祷告、歌唱和传道一样。 我们在市场上需要信心,正如在祷告聚会中需要信心一样。 我们希望在每一处地方讨神的喜悦,除非我们对他有无尾的信心,否则在哪里我们都不能做到这点。 求主教导我们在一个星期七天里能有信心。 接着留意,挪亚对神的警告和威胁抱有信心。 信心是针对命令行使的。 因为大卫说,我信了你的命令,信心是针对应许行使的。 因为他所做的甜美工作就在于此。 但是,请相信我,除非你准备好也要相信警告,否则你是不能相信应许的。 如果你真的相信一个人,你就会相信他说的一切。 那不相信神要惩罚罪的人,是不会相信神要借着赎罪的血把罪赦免的。 那不相信神要把不信的人扔到地狱里的人,是不会相信他要把相信的人接上天堂的。 如果在一件事情上我们怀疑神的话语,我们在其他事情上对神话语的信心就是微小的。 对神的真信心一定会同样看待神所有的话语。 因为那接受神话语的一部分,拒绝另外一部分的信心,很明显不是对神的信心,而是对我们自己判断力的信心,对我们自己口味的信心。 那相信圣灵所启示的一切,无论是令人欢喜的,还是令人忧愁的,这才是真的信心。 在这个情景里,罗亚得到了一个应许,但是这后面那阴沉的背景是,他听到那可怕的威胁,就是神要用一场洪水毁灭所有的活物。 他的信心既相信,警告也相信应许。 如果他不相信威胁,他就不会预备一只方舟,这样就不会得到那个应许。 除非人相信会有一场洪水,否则,他们是不会预备一只方舟去避过这场洪水的。 我命令你们这些承认是属于主的人,不要不相信神对罪人的可怕威胁。 要相信这威胁,即使它令你毛骨悚然。 要相信,尽管本性要逃避这压倒一切的可怕之事。 因为如果你不相信,在一点上不信神,这举动就会驱使你在所启示的真理的其他点上不相信他,你就永远不会有神所接纳和尊荣的真正的孩子一般的信心。 挪亚因着信,既蒙神只是他未见的事,动了敬畏的心,预备了一只方舟要带着庄严的畏惧相信关于审判的这苦涩之言,然后关于怜悯的话语对你就可以变得甘甜。 还有,挪亚相信那看起来如果不是绝对不可能,也是极其不可能的事。 在挪亚历下他的方舟龙骨的地方没有海洋,我甚至不知道那里有没有一条河。 他要预备一条下海的船,在旱地上造这条船,怎样可以把水引进来,让他浮起来。 哦,这老家伙一定是疯了。 你怎么可以做一个傻瓜,把事情弄得这么大,在一个水绝不会进来的地方建造一艘巨大的三层的船只。 然而,他得到耶和华的命令要这么做,他相信耶和华的命令不会有错,洪水要填满山谷,升到山上,淹没山顶。 他相信这一切,尽管这看起来是不可能的事,相信可能的事情的信心人人都有,税吏和罪人也能信。 那相信几乎不可能的事的信心要更好一点,但是那不在乎可能性,只是唯独安歇在主的话语之上的信心,这就是神选民的信心。 神配的如此的信心,因为神凡事都能当神发言的时候,信心的根基不是有可能,而是肯定如此。 挪亚坚信,所以在汉地上预备他的船,就像在海边一样欢欢喜喜地建造。 有时候,你我对圣经的信心会受到攻击,有人会说,你怎么解释那件事?那是在圣经里的,肯定是的,但你怎么把它和科学协调起来? 让你的回答是这样,救主的话语而言,我们不再生活在辩论的领域里,而是住在信心之地。 我们不是争辩的人,心里发扬要证明我们在推理上高人异等,但我们是光明之子,把我们全部的心思意念屈服下来,顺服真道,以此敬拜我们的神。 我们要谦卑,学会相信我们全然不能领会的事情,盼望那要不是主做了宣告,我们本来绝不会盼望的事。 我们的雄心壮志就是要成为伟大的相信的人,而不是伟大的思想家在信心上像小孩子,而不是在理智上满有技巧。 我们肯定神是真实的。 像挪亚一样,我们不会因为显明的不可能,看上去的不可能而怀疑神的话语。 主所说过的他能成就,他的话语没有一句会空空折返。 请注意,唯有挪亚一个人相信,尽管没有一个跟从他,他仍传讲。 如果不算他的妻子和他的儿女,那么就没有其他相信的人。 总共有八个人,但我担心这些人当中有一些人是相信挪亚爸爸,而不是相信永生的神。 挪亚如同一颗孤单的星星闪耀,她就像一根单独的柱子在一个败落的殿中树立。 她带着没有别人支持的信心相信。 能和我们一同相信的人在一起,这是何等高兴的事。 一个孤单的基督徒进到一个很大的聚会中,这给他很大的振奋。 他能体会那首儿童赞美施主,看到大群的人敬拜你,这是多么令人欢喜。 他们一起歌唱,他们一起祷告,他们听天上的事学习真道。 我到过那里,我还愿意再去,这就好像地上小小的天堂。 但如果你孤独一人,或者身边的人说你是一个傻瓜,因为你相信耶和华,你会怎么样呢? 住在每一个人都怀疑的人群当中,这给信心造成的伤害就像人住在黄热病肆虐的地方一样。 信心被拉成碎片,被举起来遭人取笑,这种苦难有一些人是无法承受的。 如果你是挪亚,传译道,那会怎样?做一个孤单的见证人,这个责任是多么艰巨。 他传道120年,到了最后没有一个人愿意和他一起进到方舟里面。 他自己一家得救了,但没有任何其他人得救,没有一个人。 这是何等的试炼。 在五月份的时候,看到建议有教会的团契不少于69次,这令我的心多么欢喜。 但如果我传道一年,没有一个人相信,我会怎么办? 我希望我可以奉耶和华神的民间人,但这是何等的试炼。 如果生命可以延长到120年,在所有这些传道之后没有人相信你的话,那会怎样? 这真是一种打击。 可能很多人在挪亚的传道下相信,可能在洪水到来之前已经死去,但是在方舟中没有一个归正的人和他在一起。 他的妻子甚至没有一位仆人帮他做家务,他儿子的妻子只能自己服侍自己,甚至没有一个男童擦鞋子或者帮忙喂那些动物。 许多人蒙照,但选上的只有八个人。 挪亚明显是枉然传道,然而他还是带着丝毫不少的坚定决心相信。 这位老人不为所动,他的那只方舟会浮起来的,他知道他会这样。 这个世界要被毁灭,他相信这一点,好像看见了一般肯定。 对他的信心来说,未见之事是实实在在,是明显的。 挪亚在整整120个孤单的岁月里相信,这是漫长的牺牲。 我们的生活,对于试验,我们的信心来说是够长的了。 如果一个人可以活到80岁,用60年的时间操练信心,他能坚持,这全然是因为大能恩典的缘故。 在这方面挪亚活了我们两次的生命。 如果一场小小的洪水发生,把他的方舟动了一点点地方,他就会有一些证据支持他的信心。 但根本就没有洪水,他的方舟力在高处,干干的有120年的功夫。 很少有人能忍受这点。 有一位朋友在过去六个月一直祷告,主还没有听他,他开始怀疑主到底有没有听他的祷告。 你不太像挪亚,你几乎不能相信120天。 有人说,哎呀,这20年里我在为我的丈夫祷告,这是漫长等候的时间,但是加上100年,你会怎么样呢? 岁月使得挪亚的信心更加成熟,而不是更加弱小。 这位很大年岁的白发阿爸继续传道,继续代求,没有一丝疑惑。 等候神他自己的时间,在人的面前称他的仆人为义。 还有一点,挪亚相信,甚至到了要与世界分别开来的地步。 看看挪亚和他一家进了方舟。 我想我不会选择方舟作为我自己住的地方,你也不会选择住在一个里里外外都上了栓, 只有一扇门,一面窗,里面有一大群的飞鸟,野兽和爬行动物的地方来住。 那扇窗是不是就在船顶下完全占据整个上面,好让阳光照进整条船,这我可不知道。 但我毫不怀疑那绩效的诗人对挪亚说,嗨,老家伙,你为自己建了一个监狱, 你快一点进去把自己关起来就更好,因为我们受够了你的船道。 当这好人和他的家人进去,主把门关上,他们就像世界死了。 如果挪亚夫人像你们一些人那样,他就会说,姑娘们不能再出去参加派对了, 我们的儿子被关在整个社会之外,我们离开了这个世界,很快就会被忘掉了。 是的,是的,挪亚对此很是高兴,因为把他关进去的是主, 当主把你关上,让你脱离这个世界,你最好独自一人。 现今的宗教徒没有足够的信心独处,他们要方舟的后面有两三个门, 好使他们可以时不时溜出去,和世界有一点点的息息, 然后溜回来,看起来像是圣徒。 至于和神官在一起,与世界分开, 不管是信仰的还是非信仰的,何等少的人可以忍受这点。 我们多么少听到这个呼吁你们物要从他们中间出来,与他们分别, 有人会说,脱离社会,那你还是死掉好了,正是如此。 这是神的儿女所盼望的,你们已经死了。 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 但我断不以别的夸口,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 因着十字架,就我而论,世界已经定在十字架上。 就世界而论,我已经定在十字架上。 这种挪亚使自己如此自愿去经历的分离,是和他的得救相关的。 因为如果他和世界同活,他就要和世界同死,只有分开才有拯救。 就这样,我已经讲了那激发挪亚的心的第一个原则,就是他对永生神的信心。 第二,敬畏是驱动力。 信心是有生命力的原则,但敬畏是驱动力。 因为经文这样说,挪亚因着信,既蒙神只是他未见的时,动了敬畏的心,信心铸造了他。 但是竟未驱使他行,怎么会这样? 有人说,我还以为埃及完全就把惧怕除去,是的,这要除去一种惧怕,但还有另外一种惧怕,是完全的爱所接受,滋润出来的。 罗亚没有恶毒的惧怕,他没有一种奴仆式的惧怕,他不像罪犯惧怕审判官,或者被定罪的人惧怕行脚刑的人一样惧怕神。 他知道他相信的是谁,相信自己是蒙了他的恩。 罗亚不像这里的一些人,他没有一种毫不在乎的惧怕。 愚昧人说,我们永远也不会得救,所以想这个问题也是没有用的。 我们还是及时行乐好了,对我们来说身后不会有天堂,所以让我们尽可能抓住现在好了。 不,罗亚是见证反对这种充满肉欲的毫不在乎的人,他是如此相信,以致那种敬畏临到他身上,那种敬畏使得他行事,好像是神命令他去做的那样。 要提防那种使你轻慢的不信,因为对永恒之事轻慢,这就是灵魂的自杀。 与之相反,罗亚不是像一些人那样,有一种绝望的惧怕。 他们说,没有希望了,我们犯罪已经太深,不能梦想指望赦免和蒙恩了。 我们让事情自然而然发生就好了,要提防绝望,只装满毒药的杯。 只要生命还在继续,就还有盼望,我们恳求你们不要在沮丧的绝望中躺下。 挪亚不认得这种令人瘫痪的惧怕,他让自己振奋起来,建造了一支方舟。 有的人容许一种自以为是的惧怕控制着自己,他们说,如果我注定要得救,我就会得救,如果我注定要沉沦,我就会沉沦,我还是一不作二不绣好了。 所以,我要由得自己,怎样喜欢就怎样犯罪,挪亚从来不这样说,因为她的敬畏使她有一种美好的盼望。 她预备了一支方舟,她知道除了神以外,没有人能救她,但因着神命令她建造一支方舟,她就预备了一支方舟,这样她和她的全家就得救了。 挪亚的惧怕是怎样一种惧怕? 挪亚对神有一种像对待君王一般的敬畏,她敬畏她,把她看作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当她在那邪恶的世界中穿行的时候,挪亚经常对自己说,我觉得真奇怪,全帝的审判官竟然不毁灭这些叛党,他们竟胆敢如此恶毒,充满暴力。 当她看见他们饿涂不已,他们的不忠,他们的淫荡,他们彼此欺压。 这位传异道的人对审判心存一种圣洁的畏惧。 常常她公义的灵愤怒地发出呼声,把她砍下来,为什么白占土地呢? 她惊其神为何如此忍耐? 当她得到启示,神要用一场洪水把全人类从地球上毁灭,她对自己说,我想过她会这样做的,她感觉极其惧怕,因为她知道神一旦显露她报复的臂膀,大地的支柱就要动摇,天上的众星就不再发光。 就是这样,这位神的圣人带着敬畏度过在世纪居的日子。 我们中此刻如果有人想起神的圣洁,我们这些罪人对她的冒犯会不会心存敬畏呢? 罪是如何玷污这个世界? 哦,那将来的愤怒,审判会是多么可怕。 审判还没有临到,可能过很多年都不会临到,但是当主开始用公义带人的时候, 那日子会像火炉一样燃烧,她来的日子,谁能当得起呢? 罗亚音这线,听到了那些被洪流冲走的男女女的呼喊, 她听到那些极能游泳的人被淹没的死亡压盖,下沉进入灭亡时的呼叫声。 她的心在自己里面下沉,被惧怕驱动,对此你会惊奇吗? 她对神有一种圣洁的敬畏,对罪给这个轻浮世界带来的可怕审判,感到一种肃穆的畏惧。 罗亚非常谦卑,不相信自己。 我希望我们大家都有这样的敬畏,让我们敬畏神,因为祂是伟大的, 让我们惧怕自己,因为我们有罪,让我们畏惧,免得我们落入罪中和其他罪人一道灭亡了。 人不要说,我永不跌倒,哎呀,这样的人最容易跌倒。 你有没有留意到,那些看起来最不可能落入罪中的人,正是这样的人犯罪? 你不能想象那清醒的罗亚喝醉了酒,那公义的罗的乱伦。 大魏当他割下扫罗衣服的一脚时,心里不安,却犯了谋杀的罪。 还有那位彼得,他说,众人虽然要弃绝你,我却不会,但他却岂是咒诅不认他的主。 啊,朋友,我们不可相信自己,我们应当每天活在敬畏之中,免得我们在神面前有罪。 罗亚自己里面充满了如此圣洁的敬畏,他小心要去做耶和华命令,他去做的事,甚至在最细节的具体事情上也是如此。 他没有选择另外一种木材,也没有改变那船的形状或多建几层,开更多的窗户,更多的门。 但是他不相信自己的判断,不依靠自己的聪明。 他完全按着所吩咐地去做,把结果交给那命令他如此行的主。 他害怕他自己的智慧,因为他小的人都是虚妄的,和早上的露水一样靠不住。 敬畏驱使罗亚砍伐树木,削植木材,挥动斧头和榔头。 敬畏在他里面使他勤奋和快快动工。 他使他蔑视旁观者的眼光,建造他的生命,大胆抵抗这个世代的灵,以及智慧人的论断。 也许我是向那些害怕,那将临到的愤怒的人说话。 我很高兴你们有足够的信心去惧怕。 因着这种使你们惧怕的信心,你们要被带领脱离这惧怕。 相信神的公义,直到你发抖,然后看见神的公义在主耶稣的受苦和死亡上得到满足,安息在神的怜悯里。 这怜悯是通过十字架公义的临到罪人身上的。 圣洁的敬畏要给你脚跟上加上翅膀,帮助你飞到耶稣那里。 愿你们被敬畏驱使,被吸引,驱使到主耶稣这里来。 第三,顺服是蒙恩的果子。 信心和敬畏合在一起引导挪亚去行神所命令他做的事。 当敬畏根基在信心之上时,他要带来好的果子, 就像这里的例子一样。 挪亚完全顺服耶和华。 圣经是何等经常说,挪亚就这样行,凡神所吩咐的,他都照样行了。 我们一次又一次看到,挪亚就遵这耶和华所吩咐的行了。 那些对神有信心的人应当用一种圣洁的敬畏把这信心表明出来, 这要使得他们大发热心,神所命令要做的事没有一件事留下不屈形的。 不会给神完全的律法添加上任何肆意崇拜,他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么,这是玛利亚的智慧之言。 如果你要找到救恩,就要在信道上全心全意顺服主,用你精确的顺服证明你有恩典。 挪亚非常仔细地顺服神,神对他说,造一只方舟,我们看到,作为对此的回应他预备了一只方舟。 他有仔细地预备,而不是匆匆忙忙,不加思想的作为。 他预备了正确的材料,他预备了不同的部分可以拼合在一起,他预备他的思想,然后预备他的工作。 在寻求主这件事情上,让我们去运用我们最好的思想。 人不是用跳家家这样的方式上天堂的。 漫不经心的人不能踏足圣洁的大道。 如果你想找到通往地狱的道路,你闭上眼睛就可以找到一点点的疏忽,就肯定能败坏你。 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怎能陶醉呢?但如果你渴望上天堂,我恳求你要记得天国是努力进入的,努力的人就得着了。 一定要有决心,思考,认真,关注,信心一定要和这些方面一同做工,生出对主旨意的顺服。 人从来不是碰巧做对事情,或者偶然就可以顺服主的,预备自己的心,这是必须的主必赐下这点。 哎呀,我担心你们一些人会做过永生,因为你们对他轻慢。 如果你有一件生意要处理,是是关上万英镑的得力或损失的,你会多么认真,但是当你整个灵魂处在关键时刻,有多少的人随随便便处理这样的事,冒着永远灭亡的危险。 挪亚不是这样,她在她的顺服上很精确,认真保持这样。 挪亚顺服不惜一切代价,要建造一只命叫方舟的大船,这可能要花费挪亚大量的金钱和劳力。 她不可能让大家都来坐在汉地造船这荒唐的工作,她的工人会被人取笑,他们肯定要求额外的工钱。 她可能要支付建造方舟的每一位工人双倍的工钱。 这位先祖乐意投进她所有的资本和她一切的收入去做这一件工程。 每一个人都对她说,这是一件很糟糕的投机,然而她是相当愿意把她所有的鸡蛋都放在这一个篮子里的。 神命令她建造,她就要建造,她认为神的命令是抵御风险的保障。 我们可以同样行吗? 挪亚在每日遭人讥笑之下继续顺服,那个世代的人讥笑她,她出去向他们传讲,但是许多人不愿意听她的,因为他们以为她疯了。 那些真的听她说话的人彼此说,她在汉地上建造一艘船,她还有没有理智? 我们是讲究科学的,所以我们知道她的传道是多么的荒唐, 因为从来没有人听说过世界会被一场洪水淹没,他们把她的警告称为老妇的荒谈,她本人则是古老的化石,毫无疑问她经常称为讥讽的话题。 我不能举出那些写有关这位固执先祖事情的信件,我也不能陈述那些流言是怎样恶毒讲论这事的,但我可以肯定他们是非常聪明,非常讽刺的。 那些天才的话现在完全被人遗忘了,但是挪亚仍然被人记起,尽管许多人如此讥笑,她还是继续顺服她的神,她坚持留在神把她放进去的圈子里,不愿意偏离左右,因为她对神有一种真正的信心。 挪亚听到命令就去顺服,我羡慕她什么问题也不问就进了方舟。 所有的牲畜,野兽和会飞的动物都和她一起在方舟里,她没有求神让她出去,我们可以同样羡慕她被呼召出来的时候就如此行。 我们被关进去之后,我们的一些人宁可留在里面,我们不喜欢改变,我们对一些事情已经习以为常, 觉得这些是我们的第二本性,我们希望保持现状。 在方舟里太安全了,我们是如此有平安,如此清楚是被掌握在神的手中,以致我们害怕进到一个如此刚刚受到咒诅的世界中。 挪亚一个问题也不问就出来了,她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向耶和华助谈,这样就证明她是与神同在的。 哦,秋春时我们在每一处随时顺敷山。 你记得神是怎样对以利亚说的,藏起来。 这位先知就去到基里西,在那里除了天上的飞鸟,没有任何人见到她。 一个像以利亚那样勇敢的先知觉得躲藏起来是一件难事,然而她没有不服从。 现在神的命令来了,你去使亚哈德见你。 他按着主话语的命令从隐居中出来,站立在亚哈王面前。 无论神命令他真正的众仆人是走出来,亦或是隐藏自己,他们都立刻遵行他的旨意。 他们的任务不是论理为什么,他们的工作只是大胆去死。 主的旨意要由他的众仆人去遵行,无论这是在天上还是在地上。 如果他说,去,他们就去,如果他说,留下来,他们就留在自己的位置上。 哦,愿我们有如此一样的信息。 挪亚建造一支方舟要比如此完全顺负容易,但是耶和华用他的恩典在他里面成就了这事。 现在我要讲最后一点,请耐心听我说。 结果不会不到,一百二十年的船道,没有留下相信的人。 一百二十年建一艘船,却没有谁使他浮起来。 一百二十年警告人们神准备要毁灭他们,然而却没有洪水。 肯定的是这位好人的生命是一场失败。 无疑那些聪明人这样说他,他是一个老好人,但他没有爱心,变成了一个谎报真情的人。 有人说他是消极主义者,其他人说他是一个顽固分子,其他的人喜欢谴责这位好人犯了如此一个大错误,受了欺骗,在浪费他的影响力。 我听有很好的先生在说,不要太注意这位老人家。 毫无疑问他是一个很好的人,但同时他只是孤单一人,他的观点非常特别。 他继续鼓吹这个逻辑有一百二十年了,世界还没有被淹没,这真是太荒谬了。 那些更狂野的人早上遇见他,他们说,嗨,挪亚老爸,这场洪水什么时候来啊? 这个国家有一场大水是一件好事。 你让我们期望这么久了,这洪水来了,是该倾盆大雨了。 你应该想到那句老话,除非肯定,否则绝不要发预言,就这样他们取笑这位传异道的人。 但是挪亚知道他讲的是什么,没有被人封口,他所做的一切就是重复他的警告,继续造他的船。 神的时间到了,风暴正聚合在一起,很快大水就要结束罪人的欢乐。 这样的结果是什么? 第一个结果就是,他和他的全家得了拯救。 哦,愿神给每一位传异道的人,这完全的赏赐,他自己和他全家。 哦,投身侍奉的弟兄,没有什么比知道我们的儿女行在真理当中更令我们欢喜的了。 也许你们一些人敬畏神,但他从来没有赐下你的闪,含和雅福。 哎呀,可能那躺在你怀中的他还不认识主。 然而,要对你的神,对人的灵魂有中心。 如果你是孤单一人,要坚持真理。 即使在你自己的家中,你会发现你最大的敌人,要坚持,绝不要疑惑。 不要在圣洁上下一两个台阶,也不要找一个降低的平台来更热情地迎合不义的世界。 要相信主耶稣基督,相信那永远配得称颂的福音的大能。 这是你生命中的一项工作。 我相信,如果在你的家人方面你对主有信心,神要赐给你所爱的人作为你所得着的收获。 请记住那位腓利比的狱卒,保罗对他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不要满足于那应许的一半。 牢牢抓住这话,你一家,你有一位以食玛利吗? 那么请单独一人,像亚伯拉罕一样向神呼求,但愿以食玛利活在你面前,神要听你的祷告,也要祝福以食玛利。 哦,如果你自己和你的全家都得救,这是何等的荣幸。 下一个结果是,他定了那世代的罪。 请看,他因此就定了那世代的罪。 他们说,哈哈,哈哈,哈哈,我们判定这个老家伙思想不正常,但他是审判他们的。 酒席上最快活的笑话就是讽刺老挪亚和他汉地上的传, 但一直以来,他是在庄严审判着这狂乱的世界顶他的罪。 耶和华使他平静地见证罪的不是,甚至坐在宝座上定这个世代的罪。 我看不到挪亚曾经和他那个时代的人有任何的争辩。 他从来没有辩论,指责他更没有诅咒他们。 他就是相信,把真理告诉他们,保守他信心的纯权,继续建造他的方舟,就这样行出他所相信的。 就这样他定了那些批评他的人的罪。 啊,你们这些诗人,你们可能会发笑,但是神的人最终是你的主人。 他的传道定了他们的罪,他们明白这条道路,但是邪恶的拒绝行在其中。 他的警告定了他们的罪,他们不理会这警告,想要逃跑。 他的生活定了他们的罪,因为他与他们所蔑视的那一位神同行。 最重要的,方舟定了他们的罪。 当人走过这方舟的时候,他岂不是说这是最奇怪的东西了? 全世界没有一样东西像他的,但是挪亚不是傻瓜。 他买那些钉子,我想收他双倍的价钱,我是花了代价,才发现他能讨价还价。 这人冷静,狡猾厉害。 他买了我山上的木头,但他首先准确计算了里头的木材和他的价值,他像其他人一样买东西。 为什么在这特别的一点上他如此古怪? 这样的人是不是岂不会想,到底在这件事情上是有一些特别的东西吗? 如果他们不这么想,无论如何,挪亚把他的原则彻底行出来,把他所有的投资在建造这只古怪的方舟上。 如果他们没有因为罪的欺骗而心理刚硬,这个事实也要迫使他们知罪。 他的信心是如何定了他们的罪。 当洪水开始上升,门关上了,看见这方舟,这就定了他们的罪。 我能想象,当水开始升到膝盖的地方,有一些吓坏的人围在门边,但他不能被打开,因为神已经把他关上了。 当方舟开始浮起来,他们中的一些人逃到山边,看见漂浮的方舟,这是如何定了他们的罪。 那是挪亚不能帮他们,他们本来可以进去的日子已经过去了。 如果他们看见挪亚从方舟里往外看,那曾经恳求他们的面孔会如何定了他们的罪。 哦,我的听众,我是多么经常警告你们要逃避那将来的愤怒。 我已经警告过你们那些可怕的火浪,那可怕的暴风,这些要席卷整个世界摧毁罪人和他们的工作。 我是多么经常讲到神为恶人所挖的深坑,除非你寻求救主,到了时候你的脚要滑进里面。 也许在那些可怕的日子,当你想起他是怎样带着真诚地爱望着你,但你根本不听他的恳求,选择在你的罪中灭亡的时候,传到人的面孔要定你的罪。 你们的血要归在你们自己的头上,想起这点就令人觉得可怕。 单独一个人可以定全世界的罪,这真令人深思。 这是一个人对抗数以百万计的人。 如果神与一个人同在,尽管这个人只是单身一个,他就是大多数。 世上的人很快就要流泪、哭号和绝望,但那单独为神建立的人要得到尊荣,要审判这有罪的世界,定他为有罪。 罗亚因着信得到的最后一样东西就是,他因信成为义的后义。 因为当神命令他进入方舟的时候,神这样说他,在这世代中,我见你在我面前是义人,神宣告他为义。 不是因为他的行为为义,尽管跟从他的信心而来的他的行为表明他为义,而是因着他的信为义。 他相信神,在耶和华眼前蒙恩。 他领受了神因着耶稣基督赐给所有相信之人的义。 他在这其中,站立在耶和华面前,得称为义,得蒙赞许。 因着信他被收纳为儿子,成为儿子,成为后义。 对他来说,关于女人后义的应许就已经相当足够了,尽管这是他所拥有的唯一圣经。 亚伯所见到的女人的后义,高扬的献祭,这些几乎就是他所知道的一切歧视。 他没有摩西五经,没有诗篇,没有福音书,没有书信,但是他是如此相信他所有的那小小的圣经,以致他盼望基督在他里面要伤在这世界上的那蛇。 神尊荣他的信心,他定了这世界的罪,其余的人灭亡了,他活下来。 当无数的人淹没在大水中,他在他的方舟里十分安全,其余的人被定罪,他自己承受了那从现而来的义。 愿神使我们都成为这样的人,因着耶稣基督我们的主所有的荣耀都归给他。 阿们。